去蓬勃最新的全球防疫任性排名 台湾11月大幅进步了12名 在全球53个国家当中名列第35 原因是疫苗的覆盖率提升了 以及部分规定放宽 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分析 一方面是疫情控制的好 也因为世界各国目前在边境部分比较严管 排名得已往前 而陈时中也大胆地预测 下个月的排名还会再进步 玩起袖子打疫苗 如今各年龄层大都能秀出小黄卡 也让台湾在蓬勃全球防疫任性排名 大跃进12名 从上月47名提升到35名 陈时中大胆预测还会再更好 大胆预测我们下个月排名还会再进步 那我们因为一直都是边境严管 所以这方面排名比较低 那这次会升高 是因为大家的边境都开始在严管 所以我们的名次就往前 根据排行棒 台湾这次防疫任性得分拿下59.3 蓬勃给出主因是台湾政府打算放宽一些旅行限制 以及下半年积极推动施打疫苗 地基覆盖率达77% 封锁程度42也远比部分国家小 台湾确实相对一再加龄 这是全体国人同胞和政府配合防疫成功 不但自己有信心 国际成绩也大大进步 防疫端出成绩单中央相当有信心 不过专家学者认为 名次高低其实也不一定完全反映实际状况 2022年真正的指标 全民二剂之外呢 还有些长者还有说医疗人员的第三剂 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有些比较排名比较前面的国家 其实可能他们对经济以及观光需求比较高 但其实可能他们国内的疫情还是相对算严重 如果对医疗体系造成太严重的负荷 其实随时都还是有可能会紧缩 排名仅供参考 最重要还是得评估各国防疫策略 以及民众配合度 记者赵云泉周卫杰台报道